好,今天我们进行这个智能小切这个原理简单的讲解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个原理图 整个切的原理图我们在这里 这个原理图大家可以按照PDF就打开这个HJ-4WD的原理图 是PDF的文件的 首先从供电部分讲起 我们这个供电是用7.2V到8V期间的供电 供电接口 我这里打开我们这个PCB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里有一个 这边是按照一个电池 电池这里有一个接口 这是正就是负 就是7.2V输入的这两个电池 我们在背面我们接到这里面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经过一个电源这个开关 这个总开关 总开关是打开这个小车的电源总开关 这个开关是一个下载的开关 下载开关是用来下载单片机程序的 一般来我们下载的时候呢 建议大家安装好电池之后 把这个下载这个开关按起来 要用电源开关机就下载 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你用电脑USB刷载呢 没有安装电源呢 因为这个负载比较大 可能有时候会经常刷载不成功的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两个按键都可以刷载 只要你安装这个电源之后 详细的看前面我们的教程就可以了 我就是跟大家再讲一下 这个电源呢 现在我们是要经过一个7805 7805用来稳压的 就说7805稳压之后呢 我们这个芯片供应给这个单片机工作的 这个就是7805 大家看到7805稳压 因为我们的单片机呢 是5V供电的 这个STC12C5A 这个89452吧 这个芯片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这个12C5A60S2 这个芯片都可以 其他模块呢 也是用的是5V的供电 电源模块呢 我就说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再说这个叫驱动 驱动模块 我们有两路驱动模块 就是用293D的 293D的芯片手车呢 我们后面再讲这里呢 只是大家知道原理 我们这里293D呢 它是有总共有两路电机啊 输出啊 是OUT输出 就是说接左边两个电机 或者右边两个电机 要输入呢 它是有四根线 一个是IN1 IN2 还有IN3 IN4 这个使能端是EN1 IN2 使能呢是控制这个PWM的 后面我们HQ路的时候 就会跟大家讲 第二路也是一样啊 大家只要明白一路 第二路呢 也自然就懂了 这个驱动模块的 还有是显示部分啊 显示部分我们是用的共阳数码管 共阳数码管我们是接到P领口啊 这是断选啊 未选呢 我们是接到这个2.0到2.3这个位置上面的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跳线帽啊 平时我们不用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J23这个跳线帽 把它拔下来就可以了 这个数码管 还有呢 我们这里有一个是超声波的接口 还有呢是各种接口吧 接口在这里我们等一下在板子上我们再跟大家讲 我们就讲一下这个传感器的接口啊 传感器呢 我们是由四路传感器 四路传感器呢 是P1到P4啊 四路传感器 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张图呢 就看来不准 我用另一张图跟大家说一下 用这张图啊 大家看到这个传感器 我们有一个是正电源 一个是负电源啊 正电源我们首先说这个红外发泄管 红外发泄管的时候 我们创一个100欧的电阻 经过一个红外发泄管 要连形成一个回路啊 这样呢 就可以形成一个G 这个回路 这个红外管一旦通上五幅电 之后它就发出红外光 又这边呢 是JX2呢 就是接收管了 红外接收管 我们把这个信号给接收回来啊 接收回来之后呢 我们这个经过啊 一个是LM324啊 进行电压比较 大家看到这个XIN4呢 我们是接到这里面啊 这个位是XIN4啊 这里 这个XIN4呢 接到这个IN4这里 以后呢 它进行这个OV4啊 这里进行比较 比较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进行这个输出啊 输出是P2.4啊 这里面啊 大家看到O2 P2.4 就说有这边有信号的时候呢 我们进行这个电压比较 就意思就是说可以调节它的距离范围啊 经过这个W4这个电阻调节它的范围 一旦调到我们需要的范围之后呢 这里P2.4就输出一个电瓶啊 输出一个低电瓶啊 我们就点亮啊 这个P2.4这个R口上面的发光管啊 点亮发光管之后呢 就说明有信号了 我们这个P2.4R口有信号 就送给单片机去检测了 其他的传感器也是一样的原理啊 这个大家应该能听得懂 给单片机检测 就是说前面有障碍物的时候 单片机检测到信号 然后就可以进行控制啊 就是说可以驱动这个电机的啊 这个电机的正转反转啊 这是两个电机正转反转 这样呢就原理一样了 还有一个是红外模块 红外模块的它的原理也是一样啊 我这里就不讲解了 红外模块呢 我们是独立的 一个是不怕光的红外模块 这部分呢 就是红外接收管这部分 还有一个是独立按键啊 独立按键呢 现在我们是接到P2.4到2.7的 很多I口我们是共用了 因为这个单片机的I口有限 所以我们做实验的时候呢 是分布做的 其他部分呢 比如这个 1602显示啊 这个接口 我们是接到也是P0口 跟上面2.3 2.4 2.5 就是I口上面的 我们还有一个呢 是这个315的无线显示 315无线显示呢 我们就直接接到这个L4T1602上面就可以了 这个呢 我们是没有焊接的 不用接的 因为它的它的接法是一样的啊 我们就直接接到这个位置上嘛 详细的我们后面视频教程也会跟大家讲解 还有这个是超声波的啊 其他部分呢 基本上都这么多了 其他都是接口啊 还有一个跟大家说一下的 就是说我们的PWM控制啊 PWM控制呢 我们这边有几个转弯开关 比如我们要要只能前进的时候 我们用PWM的时候呢 只能前进啊 这里面 打开这个图给大家看一下吧 这个放大放大图啊 比如我们这里面啊 这是有一个是三个挑战帽 有个EN呢 是使能端啊 我们平时只要接到EN端就可以了 使能正常的前进后退 这个时候呢 小缺是没有 没有这个PWM功能的 也就是说个电极呢 它的巨大速度运转了 我们接是PWM的时候呢 这个使能端这里拔掉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电极可以 速度可以调节啊 但是我们这个RQ有限 调节的时候呢 这个速度就不能后退了 大家用后退的呢 是能用督帮线啊 把这个R口重新定义成P 在P0口 而且P2口上面 大家给大家继续定义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呢 就是PWM的这个挑战帽的转弯啊 具体的抽作 我们在视频教程上面 每一节都有讲的 我这里就不讲 详细讲了 但是大家学到的时候 一定要看我们的视频教程 你一定能懂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红爱模块啊 B站模块的转弯啊 这里面 因为我们这个模块 现在呢 是R口也是共用的 我们就经过一个Z26 Z27啊 转弯这两个R口 这个红爱模块是哪一个呢 大家看到这里啊 现在我介绍指的这个 这个不怕光的 这个红爱模块有两个的 我们底下这里有个挑战帽进行转弯的 这个挑战帽在这个位置上面 好 这个B站 寻知啊 这两个挑战帽进行转弯 当我们接到B站这里呢 就是利用刚才插进去 这个红爱这个模块进行转弯 寻期的时候呢 我们就用底部啊 这四个传染器进行寻知的 所以这里有一个转弯 我们巨星版本的时候呢 可能倒是会有点改动啊 这个是原来的3.0版本的了啊 这个因为我们的程序 我们的资料不断的升级了 我们的硬件也不断的升级了 刚才说的这个PWM啊 还有EN啊 还有IN啊 这几个啊 这是我们的使能端 怎么这个呢 是调节小切 用PWM功能 或者用普通功能啊 这个呢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接口呢 是蓝牙接口 好 其他的 我基本上讲完了 这个是这个小切的 简单的这个控制原理图 控制原理啊 其实单片机呢 也是 主要我们学会怎么去 检测IACO的高低电频 因为在输在IACO上输出高低电频啊 我们学习技能小切呢 这一点呢 就比较很容易理解 我们在单片机IACO上啊 检测啊 这些传感器啊 包括这个红外传感器 B站传感器 还有这个灭佛传感器 平平行传感器 还有超新波传感器啊 都可以叫做传感器 就是我们检测到它的高低电频之后呢 我们输入输给这个单片机啊 这个AT89S52啊 或者AT89C52等等啊 输给这个单片机 我们编程啊 控制 当它什么时候啊 就输出一个电频 当它什么时候就输出一个低电频 或者高电频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来控制我们的电机的正反转啊 就是用我们这个293D进行驱动 比如两个电机都是正转 完了这个 这个小切叫前进 两个电机反转 小切就后退 一个左边正转 右边反转 它就会往右边转 那是这个意思啊 这个呢 就是也是比较简单的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学单片机 直接购买我们的技能小切来学习啊 这样呢 就非常的方便 大家都很容易理解啊 原来我们这个配套有40多克的高清视频教程啊 就说我们每一个模块 每一个功能我们都是在这个视频教程上讲解啊 所以在这里还是建议大家啊 有问题的时候 直接先看视频教程 一般你看了就不会了 你再打字问我 我也说不清楚的 比如我们叫这个技能小切啊 超声波 这个避障 还有舵机啊 怎么安装 我们在这几扩都会讲 还有就是说我们的 红外啊 用这个遥控器 红外要控制这小切 我们在38克里面有讲啊 还有这个PWM控制小车 我们在这里有讲啊 所以大家好好地看一下我们的视频教程啊 好那么这节呢 我们就基本上讲到这里呢 就说我们简单提示了我们的技能小切 这个原理啊 这工作原理啊 当然如果你买其他单片机也是一样的 比如有AUR单片机啊 也是一样的检测 还有PIC单片机 还有这个按摩芯片啊 它的原理都是一样 检测啊 模块的高低电瓶 那就控制输出二口的高低电瓶 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好 我们现在的这个视频教程呢 是传网销量第一的啊 所以大家购买我们这个产品是正确的选择 这里呢 还有另外一种产品呢 可以推荐给大家 就是我们的WiFi智能小车 这个WiFi智能小车呢 我们这里也是 如果你买了这个我们普通的小车 只要增加这个一个WiFi模块 跟摄像头 也可以组成我们这个智能小车的 这个WiFi智能小车呢 它可以用手机 这个视频 接收这个水板上的红爱视频 这个在手机上可以看到啊 然后呢 就可以控制它前进后退啊 这个效果呢 是非常的好的 大家有条件呢 可以新级啊 但是现在呢 你先学会再说吧 新级以后我们再看 就是我们的WiFi控制的 这个小车的的演示 还有 还有我们这个 避障的这个 我要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 是我们的小车的 这个 同位避障啊 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这个呢 是用PWM功能的 我们只用两路 这个循迹传感器 就可以 对这个小车进行避障了 这个小车的避障呢 它是 大家要调试好这个程序 还有这红爱模块的距离 就可以了 另外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小车的循迹啊 这个黑白线啊 大家看到这个效果 也是非常的漂亮的啊 所以大家有点信心 要好好的去看 我们的视频教程 去研究一下 好 刚才介绍的这个WiFi小车 这个一个大家想心急呢 直接购买这个模块就可以了 这个 WiFi小车还有摄像头啊 只要购买这两个 就可以进行新级了 好 这个呢 我就不讲了 大家感兴趣的时候 可以到我们魏晋电子网站 购买 后续呢 我们也会增加这个WiFi的视频教程 好 这些结构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这些呢 是这个 这种小车原理 简单讲解 还有23这里呢 是一起乔路的工作原理啊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还有一起乔路的工作原理 这个PWM的条数啊 这两节课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 其他视频教程 刚才这个是中段啊 定时器呢 这是参考的 我们后续还会增加这个WiFi 这个视频教程啊 大家只要好评 我们会长期为你服务 一个恶意中差评呢 我们是加油黑名单 没有技术支持 还有没有这个资料更生的 好 这些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